不法集团利用外籍圣障人士乞讨牟利 被如佛移民局一举倒破 一共有六名中国籍男女落网 如佛移民局主任 拿督莫哈默·鲁斯迪今天发文指出 当局收集情报长达两个月后 这个月五号校午在新山以带展开执法行动 逮捕了三名女嫌犯和三名男嫌犯 调查显示 两名女嫌犯是上线 他们利用三名圣障男嫌犯向民众乞讨 有的还会仰装生病来博取同情 每个人每个月预计可以乞讨到 2000到12000令吉 之后在一所公寓单位集合分赃 每人每个月预计可以分得 1000到1200令吉 执法人员除了逮捕六名男女 也扣查了超过4000令吉和一些外币 有点尽管的 这位执法人有什么事 这位执法人员就有了 自己的女性 这位执法人员 这位执法人员 等于这位执法人员 感谢观看